我急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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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名經常在政大校園出現的男子 30號中午被警察跟衛生局人員 以及駐衛警 要帶上救護車協助救醫 過程中可以看到 他並不願意配合 最後是被強逼上了擔架 北市府將姓丁男子強制送醫的舉動 政大法律系教授劉鴻恩認為 長期以來他並沒有造成傷害性 北市府亂抓精神病患 不只有違法之餘也令人不安 北市府衛生局表示 丁信男子有多次就醫紀錄 訪視員也有定期關心 目前他已經簽署了 同意書住院治療中 也曾經並非強制送醫 可能當場在做柔性勸導的時候 那可能在說明上面 那可能民眾看到了部分的一個片段 覺得說他是用一種比較強制性的方式 但台全會等多個民間團體卻認為 台北市政府已經違反 精神衛生法強制救醫的規定 也剝奪了人身自由 高哥他現在的狀態 確實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而且過程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那就應該要當地釋放 新店地方法院檢疫庭也在下午開庭審理 以視訊方式提審丁信男子 過程中低信男子強調他想要回家 院方也同意 最後法院核准 低信男子晚上就可以回家了 新店主持人 您現在收看的是xiness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板中翔 xiness光會客室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災難時光節目聯合 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九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的網站會直播 之後呢會在公庫的網站 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今天要看看這個主題 我想在最近關心前一陣子 在內湖女童被殺的這個事件 相信很多人都會感覺到非常的難過 甚至是悲憤 當我們對於這種所謂的犯罪者的 這個嫌犯的這個犯刑呢 我們是非常的憤怒 而對於女孩小女生的這種死亡 其實我們也感到非常非常的難過 那可是這畢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社會的議題 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形 它是不斷的發生 並且它的頻率是越來越高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看待這個議題呢 除了在討論所謂的刑罰 或者是很多人在關注在死刑與否的問題上面 在這個事件 他又發展出是不是要對精神障礙者強制就醫的 這樣一個相關的討論 就在前幾天 政大有一位姚姚哥 就被認為是一個精神障礙的朋友 結果呢 在這樣一種所謂的社會氣氛之下呢 被強制就醫 當然民間團體透過提審法的方式 讓這個姚姚哥能夠再走出這個醫院 相對之下能夠過一個比較自主的生活 可是我們看到類似的情形 它在台灣的各地不斷的發生 也看到在姚姚哥被釋放出來的當下呢 在台北市的圖書館也有一位女性 也被這個帶進去要強制就醫 那在台灣有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精神障礙的病人 或是相關的這種單位呢 也受到相關部門的這個關切喔 所以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社會裡面的精神障礙者 或者是我們一般稱之為 所謂的精神疾病的朋友 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喔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要特別邀請到 我們要長期關心這樣的一個議題的非常重要的好朋友 藤希華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希華你好 關老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知道希華長期在關切 關心這個精神障礙的一些情形喔 過去也曾經參加過一些組織跟機構喔 那在你自己的第一線 對於所謂的精神障礙朋友的這個接觸 跟我一般人所認為的精神障礙的那個所謂的形象 有什麼不同 因為我們一般人大家都覺得說 哇 精神障礙很可怕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有部電影叫做瘋女18年 然後就把這精神障礙的這個當然會去談它的一個生命歷程 可是會談到那種所謂的恐 讓所謂社會很多的恐懼感恐慌感 甚至在電視裡面可以看到精神障礙就是可能會去隨機殺人啊 或者是它是一個失能的這種狀態 你自己親身的接觸的情形又是什麼呢 我今年剛好是出道而滿20年 那事實上我們對這個精神障礙者傳統的這個印象 其實都是從媒體來的 譬如說你會覺得社區的不定時炸彈啊 這個有暴力的傾向等等的 所以我們新聞常常會看到 你不會看到一個高血壓的人搶銀行 糖尿病的人去殺人 你會報導說一個精神障礙者可能在社區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疾病本身就充滿了想像 那其實我們這個社會對精神障礙者的形象其實也慢慢在改變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20年前剛出道的時候接觸到一個個案 那個個案我看這個前輩們的紀錄裡面就是他有怪異行為 奇妝異服 可是我就去看他 他的這個奇妝異服怪異行為是什麼呢 在現今這個社會看起來完全就是一種流行 譬如說20年前的時候他穿了一種我們現在講的棒球衣 他喜歡把長袖穿裡面 短袖穿外面 然後他穿的這個襪子 喜歡穿各種不同很鮮艷顏色的襪子 這其實在現在的台北街頭在很多一流的城市上面 所謂的比較先進的城市 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個畫面 對可是我在20年前的時候 在那個社區裡面還是台北市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不要那樣穿大家都覺得你很怪 一個穿著你看兩條腿 不同顏色鮮艷的這個襪子走在街上 大家都覺得他很怪 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怎麼後來偶像明星王力宏也穿棒球衣 這個我在莫文慧的演唱會上面 看到莫文慧也這樣穿 大家會覺得說這樣的演藝明星 穿這樣的衣服 覺得是一種流行、一種時尚 可是如果在我們弱勢的這一些 金錢上的者 你就會覺得他起裝衣服 那一樣的道理 假設我們今天你會覺得說 有一個人戴著藍牙 現在每個人都有那個 這個行動電話 戴著藍牙在路上講話的時候 看起來也蠻像自言自語的 因為看不到他拿手機 可是如果今天畫面轉一下 這個人可能穿著不是那麼的體面 或者是說他的頭髮 沒有像你想像中那麼整齊 他一樣走在街上 就像講電話那樣自言自語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到害怕 這也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人格跟養成的過程裡面 接觸到的資訊 對我們很多的障礙者的想像 是來自於自己跟自己的恐懼 那我20年來接觸的這個 精神障礙者 也不像這個百來個千來個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不能否認 有一些比較嚴重的 這個精神疾病患者 他在急性期發作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危險的行為 像譬如說我自己就曾經被 我們發病的病人拳打腳踢 這個腳都已經受傷 可是他其實要發病了 那這個發病的病人的時候 我們去我們自然會有一些方法 幫忙他可能帶到急診 甚至絕大多數都不需要警察到場 我們就可以安穩的 把他帶到急診區 但是你剛剛舉的例子 例如說他的起裝衣服 或是在路上難難自語 這某種程度上面 他看起來是一個相對之下 比較無害的精神障礙的障別 或是他的一種程度 可是你不能否認 剛剛你也提到說 你曾經也被這種 精神障礙的朋友給攻擊過 但是如果他是在一個 被所謂的某個病床被安置 或是在家裡 也許他的問題不是那麼的嚴重 但他走在路上 是不是還是會造成很多人的恐慌 就像你剛剛談到說 你也曾經被攻擊過 但是你知道怎麼樣去找協助的 這種所謂的資源 可是在一般路上 要去哪裡找這種協助的資源 確實是 像特別是我們曾經服務過的 這一些精神障礙者 其實他要發病前都可能有徵兆 但是對一般社會大眾跟平衆來說 他因為沒跟他相處過 也不認識他 所以很有可能在路邊 我們看到某一些人 假設說 即使我們看到他難難自語 或是他正在做一些危險行為 就我們還是會害怕 一定會害怕 就是像我們即使是專業人員 我們在路邊看到 我們的害怕是 我們沒有辦法分辨他是真的壞人 人格偽常正在幹一些壞事 還是他真的是病人 發病了有一些危險的行為 所以其實在精神衛生法 第32條裡面 有附於一些規定 假設這個人正在從事一些危險的行為 包括破壞行為 摔東西 破壞公物 甚至傷害自己 或者是說在傷害別人的時候 通常為什麼會在32條裡面 賦予一般民眾可以打給警察 或是打給消防人員 甚至警校在尋找的時候可以看到 是因為他到現場的時候 第一個不需要判斷 這個人到底是社會秩序維護法裡面的 他就是壞蛋 有意的正在 傷害別人 那當然他就是跟精神病人沒有關係 那如果是有一些很典型的急性精神症狀 比如剛剛講到的 他喃喃自語啊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邊有些幻聽妄想 正在跟他的幻聽對話的這個過程裡面 那當然警察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透過第32條 用協助就醫 這樣子的方式 帶他到醫院裡面去 但通常這個過程 如果他手上是沒有一些危險的物品 譬如說沒有什麼刀子啊 沒有什麼其他的危險物品 其實通常119 或是社區裡面的社工人員 就會有方法協助到他急診去 所以大多數的時候 也不一定要動用到警察 但是我覺得這裡就會冒出來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判斷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協助就醫 那第二個判斷的部分就是說 警察他有專業能力去做判斷嗎 我今天看到一個人在街上喃喃自語 然後我怎麼會知道這個喃喃自語 是一個很正常的這種所謂的心情不好 或他是一種所謂的精神障礙的 這種所謂的喃喃自語呢 或者是說當我們在看 這樣的一個喃喃自語的時候 警察他到底要花多少的時間 然後是不是要有相關的專業人員 來去做這樣的一個鑑定 在現有的法規當中 第二個我覺得就是它是一種協助就醫嘛 所以協助就醫 某種程度上面就是要必須要尊重當事人的醫院 相對一下它就不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 強制就醫的概念嗎 沒有錯就是從第一個問題來 確實關老師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在美國呢有幾個州 他要認為在協助這個社區裡面的疑似 或是看起來原本就是精神病人的 這個病患就醫的時候 他要求警銷要有五分之一的人 要受過精神醫學相關的訓練 五分之一就是到現場去協助的要求 也就是所有的警銷裡面要五分之一的人 有這樣的訓練 那為什麼五分之一呢 他是可能來的時候 可能來三個四個警銷人員 其中要一個人 一定有受過精神醫學的相關訓練 所以他懂得判斷 這個人是一般的人格偉常 一般的壞蛋他要傷害別人 還是他其實屬於精神醫學的一部分 因為我不可能醫生護士 隨時都可以到場來協助 所以當這個警銷來到現場的時候 他才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可以判斷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警銷的本身就必須有這樣的專業能力 對 我們覺得這樣對警銷也才是好的 因為他事實上不是只有判斷 他也必須在這個判斷底下 學習怎麼再協助病人送醫的時候 不會傷害到病人 也不會傷害到自己 因為如果他手上有些危險的工具的時候 那在台灣的警銷 有這樣的一個專業序列嗎 就非常遺憾是比較缺乏的 而且也沒有規定 那只有少數的這個警銷 像譬如說有些縣市 會跟精神醫療網合作 有上一些課 可是重點來他上了課的人 他事實上不是真的去執行 協助精神障礙者就醫 或社區裡面疑似精神障礙者 就醫的這群人 所以他上了很白上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其實 如果我覺得蠻呼籲的 尤其像台北市科市長這樣 他既然那麼關心社區裡面的 這個精神障礙者 或疑似精神障礙者 他其實應該要給警銷 多一點的專業的能力 去判斷那才不會誤判 那第二個就是管老師也問到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說在怎麼樣去判斷 這個強制的這個系統裡面 事實上強制這個規定的 發動者本身其實不是 不是警銷人員 他其實在整個強制就醫的體系裡面 我們先說早期好了 因為早期我們在民國79年有精神衛生房 之後民國95年修訂 96年上路 那在民國96年之前 其實只要兩個專科醫師簽名 就可以把一個人 不管這個人是不是曾經被診斷為精神病人 他就可以送到精神病院去強制 這有什麼問題呢 專科醫師他本來就是這方面的專業 他為什麼不能夠去執行這樣的業務 原本看起來好像沒有問題 醫生說你事就是 那他的重點在於 他其實沒有監督的機制 也就是說有醫生真的本於他的專業 做出來把病人送去 但是我們也發現說 因為這樣的原因 因為強制就醫早期是可以住半年的 而且都是公務預算補助 所以我們發現了幾種社會性強制 不是醫療上強制的情況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有些真的是精神病人的 那因為他家裡沒有錢 負擔這個病人住院的費用 所以強制住院是國家付錢 一毛錢連伙食費都不用 所以有的醫生就想說 這個要幫忙家屬 幫忙這個家庭社會福利的 把他當作社會福利 所以兩個醫師都是同事 他也真的是病人需要住院 但不到強制 強制只有兩個要件 就是他如果再不看病 就會有人受傷 生命受到危險這樣 可是絕大多數的精神病人 是沒有這種狀態 但他很有可能可能需要 家裡沒有人照顧他 也許需要到一個機構去安置 所以早期有這種的 還有另外一種是 莫名其妙被安置進去 像比如說我們有發現說 有一個個案 我舉這些 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 這些都不是特例 早期的這個強制住院 一年是六、七千個人的 非常的大的 那我有一個個案是 這個娘家非常的有錢 就是一個媽媽 一個太太 娘家非常的有錢 那他這個先生跟子女 叫何謀 把他這個錢 因為他錢又都不給人家 想要把他這個財產變成是 先生跟子女的 所以呢 這個家人就分別的去描述說 他其實有很多的精神病症狀 譬如說他就覺得說 這個媽媽有妄想 覺得有人要害他啊 這個媽媽經常在家裡面 就是亂摔東西啊等等 還會打人啊等等 可是呢媽媽當然否認嘛 因為他覺得不是病人 可是我們精神病年有一個診斷 是他沒有現實感 沒有病事感 對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他一定是說他沒有病啊 我說你有病 當然說他沒病 十之八九了很多精神 大家怎麼可能是出席是這樣 他這樣子 他也被強制住院了 結果在強制住院的期間呢 就趕快家人就馬上申請 禁制產的宣告 所以財產就真的移轉 那當然劉鴻教授也講到 有同性戀的朋友 爸爸媽媽寧願相信呢 他其實精神有問題 也不要相信他是同事 所以呢就把他送到 這個精神病院裡面 也去強制住院了 那看到非常多例子 還有呢家裡面呢 配偶他另外有外遇 他想要跟這個外遇的對象在一起 所以呢就也把這個 這個家另外把太太送到 這個強制住院裡面 那即使法令喔 強制住院只能住半年 一千號 我的經驗裡面發現 住十幾年的非常的多 因為每半年就再簽名一次再住 每半年就簽名再住 那當然民國就15年的時候 改變了審查會的方式 這種情況就比較少 我們待會兒再回來談一下 就是民國之後 民國96年 96年改變這種所謂審查的 這種方式之後呢 這情況是比較好的 但是在現實當中 剛剛西華會談到說 其實精神疾病不太會去攻擊人 在有沒有一些相關的這種所謂的統計的數字 或是醫療的數字 可以讓我們更多的朋友去了解這種情形 那另外我覺得比較好奇的是 剛剛談到所謂的醫生的角色 看起來剛剛覺得很多的例子 其實醫生 這個專業判斷 他其實有很多的判斷 是超越他的專業的 我其實也很好奇的是 我們的柯文哲柯市長 也是一個醫生出身 那他的所謂的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為什麼會看起來是相對之下 那種所謂的人恥之心 那種對現實的了解的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想法 相對之下是比較薄弱的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那個叫協出就醫嗎 姚悠哥說他不要 結果警員就把他綁在床上 單架上送進救護車裡面帶走 不管同學喜歡他 或者是不喜歡姚悠哥 都不能否認他其實就是 我們校園當中的一份子 可是他最多 也就是一個需要得到協助的人 而不是一個應該被我們社會排除的怪物 丁先生呢 他其實在這一次的情況裡面 他並沒有符合所謂 特別是衛生局使用的 精神衛生法第32條規定 他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有具體的傷害 或是有傷害之餘這樣的狀況 請不要將你們那一套 中產階級精英的形象 套用在所有市民的身上 你們這樣的做法 只會像幾十年以前 納粹所做的事情 將精神病人 將心致障礙者 送往集中營 那是一模一樣的書 來到加速內容 又變成四處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要跟他談到的是 今天正值正大姚姚哥的事件 那很多人可能又再度的對於所謂精神障礙 產生了很多的恐慌 可在現實上面是不是如此呢 剛剛細華也特別的告訴我們說 在這個實務上面 它並不是精神障礙都有這麼強烈的 這種所謂的這樣的行為 或者是會造成社會的恐懼感 有時候是來自我們過去的經驗 但實際上面他們攻擊人的比例 並不像我們所理解的或是想像的那麼嚴重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要繼續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理事長 陳細華來跟我們聊 我現在的觀禮 細華你好 黃老師好 剛剛我們有談到說 在所謂的精神障礙者 它事實上攻擊性其實並不是那麼強 我不曉得有沒有一些實際的數字的統計 可以讓我們的觀眾朋友聽眾朋友 稍微安心 我看過一些資料是說 所謂的精神障礙者攻擊人的比例 是比所謂的正常人低 還要低三分之一是這樣的嗎 對它其實不但是低三分之一 而且如果確實是已經有診斷的這些精神病人 他有些前兆 你看一般人呢 他不管是要隨機殺人還是刻意殺人 很難看到他有一些醞釀的前兆 因為他可能要保密要幹嘛 他才是真正的平面實障 對 但是其實像 他發現我們服務很多年的熱障礙者 他在 他一定是發病 他才去幹這些事 所以他發病前其實有一些症狀 譬如說他的睡眠可能就會不太正常 他的這個作息可能就不太正常 或者是說他的社交活動就會不太正常 欸怎麼就躲在家裡啊 或者是遮遮掩掩掩 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跟幻想 這個幻聽出現 所以我們就可以 這個為什麼在社區工作二十幾年 在病人出現一些重大的這個 發病的危害症狀之間 我們都能夠即時的 把他帶去醫院就醫的 不是因為我們很神 而是他其實 我們跟他在一起 慢慢就會觀察有些症狀 特別是家屬 很容易察覺這個人 身旁的人其實是有益的 那根據這個研究確實是這樣 那不可否認 我們大概所有嚴重的病人 譬如說像以前叫精神分裂病 現在叫思覺失調症 沒錯 如果觀眾朋友看過一部電影 我建議大家去看 很早期有部叫美麗進階 美麗進階是羅素克洛演的 他演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 約翰納許 那個內許的內許 內許就是一個精神分裂病的人 他其實發病的時候 也有非常多的這個幻想的這種行為 我們叫幻想行為 他可能也會攻擊家人等等的 就在那種狀態的時候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可能危害 但我們都可以經過治療 那意思很不幸就是 大概有百分之十的病人 像這種很嚴重的精神分裂病免 他的治療都會一直不穩定 反覆的發病 那這些人絕大多數也都住在醫院裡頭 住在醫院裡頭 所以其實在整個犯罪的系統裡面 我們都可以發現 就整個暴力犯罪 還是一般人高出很多 所以只是精神障礙者 比較被容易報導出來 我剛剛講的 如果這個殺人犯 他是高血壓 他是一個糖尿病的 他是一個什麼 疾壓癌症患者 你都不會報導出來 他如果是精神障礙者 甚至他是個原住民 甚至他是一個什麼 都很容易因為族群的 少數弱勢被了解 在你自己的接觸經驗當中 當媒體的不斷用所謂的社區的不定時炸彈 或是過去很常會用所謂的人魔 然後去誇大了這個所謂精神障礙的 這種所謂攻擊性 在你的經驗裡面 或是所理解的這種所謂的例子裡面 他對於所謂精障的朋友 或是對他的家庭 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以最近這個例子 我們覺得非常難過就是 我們發現有至少五個縣市 台灣有五個縣市的精神障礙者 都受到不當的關係 就是你發現說一兩年 都沒有人打電話關心他了 突然有政府的人關心他 或是有社區的管區到他家去拜訪他 他就很害怕 所以就有病人跟我們說 那個有人打電話問我我要怎麼辦 他問我在哪裡 問我最近好不好怎麼辦 或者是說有傷害者就跑到醫院去 趕快去掛門診跟醫生說 醫生我會不會像人家講的那個樣子 突然跑去殺人 或是我自己如果發病 我自己會不會不知道 所以他對自己是沒有信心的 沒有信心 因為很害怕 因為每個人都告訴他說 你很危險啊 你要受到保護等等的 那還有一些人更傷心是 其實比如說我就 我就碰到一個高中女生 他的媽媽 她其實是老師求助 老師覺得說這個高二人女生 她可能有些精神症狀出現 建議媽媽要帶她去 讓她去看病 可是這個媽媽一直不肯 後來呢老師就說 我們可不可以跟媽媽談一談 我說好 結果媽媽說的話讓人很傷心 他說 我也知道我小孩可能需要幫忙 可是我一定不能夠帶她去看醫生 因為我帶她去 我們隔壁鄰居都會知道 我家有個精神病人 我就再也不能住在這裡了 所以那種污名化 他其實會壓迫 這個病人不去就醫 這個情況也同樣出現在警政單位喔 甚至我的身體癌療程 警政單位政府單位很多的部門 他有一些同仁出現了一些壓力 因為像憂鬱症很多 我跟官方朋友報告 以台灣來說 一年有超過一百多萬人 不是人次喔 去看精神科 我們像譬如說 我們有很多的天然災害 造成了心理創傷 我們可能受暴受虐 有心理上的創傷 或者是我們可能失眠 我們像憂鬱的人也非常的多 可是這麼多的人口 當我們社會用這種方式 去對待精神疾病的人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不敢出來 所以他在工作崗位上面 就越來越弱勢 有些人很不幸他就去自殺 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新聞 所以像警察也好 老師也好 或是很多高壓的工作 他出現了這種 他就不敢去 他就會丟掉工作 甚至被同事拍擊 我曾經有接觸到一些例子 就是也有一個精神障礙的朋友 那他其實在平常的時候 都是很正常 那後來他慢慢地去發現 是有一些症狀的時候 他就看醫生 醫生跟他講說 他是一個精神分裂症 然後他就跟他的老闆說 我有精神分裂症 那老闆就叫他 你明天不用來 可是他平常沒有講說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常的工作 我是想說一切都錯誤到他自己太誠實 可是這種做法 事實上是會把這些 那些原本可能會走出那種所謂的憂鬱 或者是躁鬱 或者是在某種的這種幻聽幻覺的這些朋友 他可能已經會回到所謂的正常好了 那但是他又會逼到強角 那所以包括科事長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的遺憾 那特別是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你也提到說 在精神衛生法在2007年的時候 曾經做了一個修正 那看起來這個精神衛生法 後來的修正是比較人道的 或者是你剛剛談到的問題 其實又比較不會再發生 可是現在又看到一種狀況 似乎這個精神衛生法的認定要放寬 這個問題會不會更嚴重 會喔 我再補充一下 剛剛管老師提到很重要 其實精神病是不會挑對象的 我們很多的病人是大學教授 可能是各行各業的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律師甚至是公司的總經理 在學校當老師媒體的高層 甚至媒體的高層很多 也就是說大家心目中的精神病人 好像都是很弱勢 社會經濟地位很差的 其實沒有的 我跟大家報告 有諾貝爾獎得主都有 在美國認識的 有在哈佛大學教書的教授 在哥倫比亞大學很優秀的教授都是 所以一定要這個澄清 精神障害者不會挑人 或是窮人才會生病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不能夠隨便把人逮進去 所以剛剛管老師有提到 其實早期的這個強制就醫 也很多精神科醫師被逼的 把一些人在沒有監督的情況底下 他被逼的把一些人送到精神病院 台灣早期的這個玉璃醫院 其實很多人被精神病 像這陣子討論新加坡、中國這種情況 所以很多的這個政治犯、思想犯 他就被說你精神有問題 就被抓走了 那其實2007年之後 精神衛生法改了 其實有些醫生被迫要做這樣診斷的時候 他變成要兩個精神科醫師 所以這個第二個精神科醫師 這是一個獨立診 就是第一個把關的關卡 如果有第一個精神科醫師 認為這個病人需要強制住院 剝奪人權去治療 第二個精神科醫師也要同意 第一個精神科醫師的診斷 然後這兩個醫師要填好 在兩天室內通常大概兩天 填好這些申請書 我們這個機制叫審查會 強制住院好的這個鑑定的一個審查會 送去審查會這種審查會必須要三天之內 這前後總共加起來五天 如果前段快一點的話 要做出一個決定 那他審查的時候要參考幾種資料 一個是書面送上來的資料 第二個部分是他要透過視訊、電話 或者親自到那個醫院跟病人會談 去確認這個病人的狀態 是不是真的符合精神衛生法裡面的 有自傷傷人之餘 而且已經影響到他的生活 影響到他的健康、生命 所以才會做出裁決的決定 但07年之後呢 以前六七件件的情況 慢慢的下降 從3000、從1000 到去年大概在600、600、700件 左右這樣的情況 所以他其實越來越嚴格 那當然如果是強制鑑定的這個審查會 他會做出你同意 譬如說我騰西法被同意強制住院了 但是我騰西法不服審 我還是可以依照清神衛生法 有一個第三關的這個救濟 就是可以向法院申請聲音的聲 十四日可以申請我不服這個裁定 不服這個強制住院的這個裁定 跟法院申請不服法 因為要再審 但是現在有一個更快的方式 就像姚姚哥這樣 他同時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提審 就是他被被迫剝奪人身自由 那麼提審是24小時之內 他如果收到案子 法院就必須要去審理 有沒有違反相關的規定 所以我們等於有四成的這個機構 這個法制在打官 那當然也會形成精神醫師的負擔沒有錯 必須要說這個成本是很大的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是透過兩個醫師簽名 透過少數的人就扮演訪官跟上帝的角色 把這個人送去一個醫院強制 他這個住院跟各位觀眾報告 跟你去住院我去住院是不一樣的 我曾經到這樣的一個地方去開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壓力 非常龐大的一個住所 而且他是被單獨的 講得不客氣的真的很像監獄的賭居房 他不是像我們住院的時候 可以去逛美食街啊 還可以走來走去啊 你家人可以自由的探視啊 我可以自由自在在病房走來走去 這樣強制住院的病人可能不是這樣的狀態 他可能還要被約束等等的 所以這樣的剝奪其實是蠻嚴重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我們不能覺得這個很怪怪 就把他抓去醫院 我們叫住院 那為什麼病人會說 我被抓去關起來 他不會覺得說我是被帶去住院 不過看到你們剛剛的一種這樣的一個描述 其實我們發現這個所謂的強制住院的比例是 人數是越來越少 而且那個比例少得非常非常的高 那這個社會有變得更不安全嗎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當然是基層衛生法裡面有這麼多的程序 那柯文哲市長用這樣的手段 就把人抓到抓進去 這個沒有違法的問題嗎 這肯定有違法的問題 因為女藝、姚耀哥 或者是那個視力圖書館的這個女性為例 他們其實都沒有出現傷人的行為 也沒有出現所謂的自我傷害在那邊 比如割碗、撞牆 這些行為他事實上都沒有 他頂多有些感染行為 比如說自言自語啊 或是什麼這一些 或者是說大家覺得他不洗澡 覺得公共衛生有問題等等的 那這些其實都不符合 這個強制住院的 如果這樣就符合強制就醫的原則 如果有人在家 譬如說有人生病了 像我就有朋友他自己得癌症 他不想要去做積極的治療 那家人就一直很擔心啊 你為什麼那麼笨、那麼傻 然後不去治療 那會不會有家人就覺得擔心 他癌症不治療 也會傷害自己的生命安全 就把他強制了 或者說像酒味禁食 酒味禁食就要強制治療的話 那我們現在很多生病的同仁 都用絕食抗疫啊 他會不會也因為這樣 就被以一個強制治療 為了他好作為理由 這樣我就會很擔心回到早期的 警察國家白色恐怖的時代 我覺得你不好 我覺得為了你好 我多次為了你好 為了社會好 所以把他帶走 那這樣社會就會變得更不安定 那剛剛管老師提到一個重點 強制就醫變嚴格 會不會有些人不應該住院 應該住院而被漏掉 我相信永遠都會有這樣的人 可是如果以社會治安的角度來看 我們也沒有因為這樣 精神病人的犯罪變多了 確實是沒有 但是我要講 即使這些人都如科市長所願 如我們現在所有很多民眾所願 都抓去強制住院的 我要講 他們還是會出院的呀 市長 就是強制住院只能住兩個月 我們通通抓進去 我們不管急診能不能附和 病床夠不夠 有沒有違反人權 我們都不去談這些 他還是得出院 所以他最重要的根本 還是整個社區的支持系統 包含對家屬照顧的支持 因為家屬不是不幫他 他其實不知道怎麼幫他 不會有人要家人生病都不管了 所以整個社區的支持系統 包含整個鄰居 不是你自己好就好 你要關懷鄰居 包含整個對病人的復健的設施 這一些都要建構起來 他出院之後才能夠有地方復健 才會有工作 才會有社會參與 才不會又反覆的 對社區造成干擾 我想這一次就是 我最擔心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看到 最近這幾年開始 有越來越多的社區 願意去接納 或是接受 這所謂的精神障礙 或是相關的機構 可是這個事情一發生之後 我會擔心 原本這個社區 跟這些所謂的病友之間的 這種相對緊密的這種關係 又要重新的變得 越來越疏離 而把他們逼到某個牆角 某個角落 那個問題其實更嚴重 但是我要覺得 更大的一個問題是說 從這一次的這個事件來看 我覺得我們政府 不只是一個頭痛一頭腳 痛一腳的政府 就是他完全不去解決 根本的問題 他根本就是一個 頭痛一腳的政府 怎麼說 就是完全搞錯了方向 不去做根本問題的解決 而且在所謂的連 這種所謂的治標的部分 都連方向 連做法都是錯誤的 我覺得是必須要 給予更大的這種譴責 今天非常謝謝西華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西華談相關的話題 我們下禮拜空中再會 拜拜 拜拜